請介紹一下關心的是 國立嘉義大學北河激行的100康 一行年度的鼻翼聲的鼻翼電力 三個學区東部透過到 望路時尊科技來激行 學長區議員創立的鼻翼聲 來進行到學問的順利 嘉義市的副市長理事長 和國設顧問江義兄 也告訴你很好的鼻翼聲 嘉義大學鼻翼電力全校 南潭民鄉新民學区東部 看學区時激行 電力開始前 學長區議員請自帶領到鼻翼聲 向方順利 中心回顧四年的腳趾 南潭學区就用 鄉政傳統的買車 以及科技的靈幻車 來扭開電力的順利 學長區議員特別用 中心立足順利小名 免雷2951位鼻翼聲 加義市府市長理事長 就讓所有鼻翼聲 應付學習的初心 做最好的自己 這個概念在未來 民生的發展上 會參與人民的影響 當然要找到一支 發揮祖母的簽名 要代表市長 要祝福所有的畢業同學 能夠永保學習的初心 能夠很快的找到自己 做最好的自己 我想這是一個年輕朋友 發展未來生涯 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能夠找到自己 真正的興趣 我想在發揮上 就一定能夠盡全力 把自己的潛能 完全開發出來 這是我們對應屆畢業生 最大最大的一個期待 然後能夠成為 國家社會建設 非常有用的一個人才 各位大學正學長 伊團陶 立倫學長 有國市 林鄉母 李林林 各位大學好友總會 所有結理事長 台北市 各位大學好友會 夏丁凡理事長 頂頂的貴賓 立倫 也由一種踏出好門的 全社會新鮮人來祝福 世心新聞炒賓董 各位市 蔡翁報道